我們常常可以看到用一隻手機 或者是呼叫Siri、Google 然後就可以開電燈、開電視 或是調冷器的智慧家庭 那這樣的畫面其實看起來很先進 也很方便 但是當你真的要著手去建置一個智慧家庭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其實有很多的問題要去了解 比方說我家不是新房子怎麼辦 那我的舊家店是不是要全部換掉 那新家店的選擇會不會很少呢 等等之類的問題 那這些呢 我們今天就請到一個建置智慧家庭的專家 來幫大家做解答 我覺得智慧家庭現在這個觀念 其實一直在演進 對很多消費者來講 其實你在迎接你自己的新家是有很棒的期待的 而智慧家庭可以把你的家做得更完整 所以它其實某一種程度 對現在的消費者來想 它是一個裝修的一部分 那裝修的一部分其實它是可以體現在很多方面 例如說每個人有自己不同的生活型態 像有些人他可能常常需要拆旅 你就會很好奇說我的家裡現在狀況好不好 像一些女性的族群他們重視自己的包包衣服 所以它會搭配一些空氣品質 跟濕度去偵測家裡的環境 其實針對每個族群有很多 像我們自己看到很多的消費者有的會是 針對影音啊視聽娛樂 那過去像這一方面的視聽的家電設備 它的操作的步驟比較繁瑣 舉例來說像居院模式你只要開口說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去切換到居院模式 那裡面這些設備的話 我們就自動幫你把它全部都調整好 所以讓家裡可能全家大小都可以非常容易上手 所以對於現在的消費者來講 我覺得智慧家庭其實是一個 大家慢慢越來越了解它的價值 裝潢前裡面的規劃其實是幫助說 這個設計它是可以符合你個人的使用習慣 因為像有一些住家它其實裝修完之後 你想要動一個任何一個開關位置 或者是一個家電的擺放 它其實不見得那麼容易 因為它會牽扯到你有沒有留電源啊這些 我們看到大部分的消費者 他其實更期待是說 我在裝修之前我就開始來做規劃去配置 這種樣子的規劃其實是可以 在前期把它做到比較細膩 那才不會是說 我住進去之後想要去調整的時候 不容易去變動 住進去之後 它是不是就不能去把家裡升級成智慧家庭 那我覺得其實也不盡然 其實是可以的 像無限技術的穩定性啊 跟品質都非常的可靠 所以其實在一些裝修好的房子 它也是可以透過無限的技術去裝設這樣子的設備 蠻多小家庭他們會考慮幾個部分 最常會需要的其實是像燈光控制 蠻多小家庭也會重視視聽娛樂 那像視聽娛樂這一塊 我們覺得可以把它做到很便利 是說不只說幫你把電視機打開 那甚至我們可以幫你去切換到你要對應的頻道 那除此之外像剛剛有談到像空氣品質 空氣品質就包含說可能PM2.5跟溼度的感測 那這些其實跟大家在家裡面感受到的舒適度 還有跟健康 這些方面其實都是很多小家庭很重視的 那除此之外像一些遠距離的管理 例如說像遠端的監看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或長輩的話 那他們可能會在公共區域去考慮 設計說我可以在遠端的時候觀看家裡的狀態 那如果說發現我的冷氣忘了關 或者是我燈沒關 那我可以在遠端的時候就把家裡的這些空調關掉 以預算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會看說 使用者對於智慧家庭的需求度 他可以考慮說裝修預算的大概10% 那像這個概念是因為是說 智慧家庭其實你會使用的年限很長 比較不像是很消費性點的產品 我可能移用的是長達5年 或者是更長的時間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是希望說 有一次把產品設計到位 然後規劃到適合你的方向去看 那以剛剛講這個比例來講的話是 消費者可以考慮的一個方向 租屋族我覺得它也是可以 因為在現在來講 無線技術的成熟 它可以很方便的是說 未來我不用可以把它拆下來 然後我可以再去移動到別的地方 所以租屋族其實也是很適合的 每個人的家裡面它是 屬於自己的生活風格的搭建 那可能我喜歡某一個品牌的家電 我欣賞它的外型 我喜歡它的功能 不論是像Homekey啊 或者是說像Apple 或者是Google 其實都有各自的喜好的用戶 我們的理想就是說 讓所有的家電相容性達到最高 像可能你回家的時候 你可以對著Siri做聲控 你開車的時候可以透過Apple Watch去聲控 那你家裡面有發生一些 異常或特殊的緊急狀況的時候 你在LINE就會收到推播 那有一些家電它其實 還是屬於比較傳統性的功能 那其實透過智慧家庭的一些技術 我們可以把它做很好的連結 那傳統的家電它也可以智慧化 傳統的家電它其實 大概會有一些不同的通訊介面 那這些通訊介面的類型 大概可能有5到6類型 那這5到6類型的話 我們都有各自對應它的溝通方式 例如說有的會用所謂的乾階點 那有的會用RS232、RS185 那這些介面其實我們慢慢的 是可以去把它們的通訊的方式整合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在遇到這些不同的介面的話 我們都有各自可以去搭配的產品 那這些產品的話我們再透過IoT現在的技術去做聯網 那這些東西的話我們就可以把它整合到一個系統裡面 比較新的家電的話 那像有的家電慢慢都會有搭配像APP或者是它有聯網的功能 那這些APP或聯網的功能其實背後都代表說它有一些網路通訊的開放 那開放這個趨勢也是現在的新興的家電的一個走勢 所以當它具備聯網的功能的時候 那我們智慧家庭系統就可以跟它有更好的一個匹配性 那可以跟它去整合的功能也會更深入更多 我覺得現在的家電品牌是越來越多 那所以其實像如果它已經有的家電 我們會了解它的家電的選擇 例如說它有什麼樣的型號 然後這些型號其實我們就會盡可能去適配它的家電 等於說它已經有的家電 那最理想就是不要去跟動它 那如果說是在新屋的階段的話 我們就會提供一些選擇上的建議 就是你可以考慮哪一些的家電 那它未來達到什麼樣的便利性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智慧家庭它必須要有很好的兼容性 那這個兼容性才能去滿足用戶他們現有的狀況 或者是他們未來期望理想的狀況 我們就會盡可能去跟它現有的家電去幫它結合 我覺得現在消費者是聰明的 而且其實大家會重視所謂的全屋的概念 因為像現在單一的一些家電 那他們可能會有獨立的APP 但是往往會造成說 使用者的手機裡面滿滿都是APP 對於智慧家庭來講 它要能夠達到它的便利性 其實很大一個概念是它可以聯動 所謂的聯動就是說 今天可能濕度比較高 那我去開除市集 今天我們全家人出了門 我就開始做掃地 那這個聯動可以體現全屋定製的 智慧家庭的更高的一個便利性 所以在選擇上 有時候我們只看單一一個設備 它其實沒辦法達到這樣子的方便程度 所以我們在談全屋定製的智慧家庭 其實是希望解決消費者 這個便利性的部分 在很多消費者 他慢慢理解自己的生活習慣之後 他可以找出適合自己的情境 那這些情境例如說舉個例 像有的消費者可能家裡窗戶是開在溪面的 那他可能下午會西曬 所以呢 在他的家裡面就會設計一個像西曬模式 隨著今天外面的天氣變化 然後去做窗簾的調節 或者是搭配室內的空調去做降溫 在天氣沒有那麼炎熱的時候 他其實未必要去啟動這樣的空調 同時達到節能的效果 所以像西曬情境這個概念 他裡面就包含了 可能我需要知道天氣資訊 我需要知道窗簾 我需要跟我的空調去搭配 所以他的概念才會是 所謂的智慧生活這樣 所以全屋定製才能夠達到這樣子的效果 前面提到的那個全屋定製智慧家庭 是費米提供的一個解決方案 那像一般Home Key或是Google Home的家電 他們通常都要對應原廠的App 或是語音指令 比方說Home Key的家電就要說 Hey Siri 然後Google Home的家電就要說 OK Google 怎樣怎樣來操作 總之就是有這樣的限制 但是這套系統呢 他會把兩種操作方式 整合在一個App底下 所以不管你是說 Siri還是Google Assistant 都可以操作連接進來的家電 然後達到智慧家庭的效果 比方客廳的這台電視 它並不是支援Home Key的家電 但是我還是可以用Siri來操作它 Hey Siri 打開派對模式 完成 關鍵就在這台主機跟它背後的系統 那這台主機一邊連接著智慧家電跟感應器 那另外一邊則是連接手機跟智慧音箱 那當我們對著手機說 Hey Siri 開啟什麼什麼模式這個指令 主機呢在接收到這個指令之後 它就會把它翻譯成家電聽得懂的語言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Siri這個指令 來操作非Home Key的家電 那Google Home的家電其實也是一樣的運作 甚至是一些我們用紅彎線遙控器 來操作的傳統家電 也可以因為接入了這個系統 而聽得懂Siri以及Google Assistant的指令 然後進行一連傳的自動操作 那這樣一來呢 可以用Siri以及Google Assistant來操作的家電 就非常多了 根據費米的資料 他們可以整合市面上八成的家電 但至於具體是哪一些設備 可能就麻煩大家自行去詢問業者了